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把他弄这个瘦面啊 怎么样子 夹起来也不能够拉断 拉断表示说短瘦 结果拉起来也没有断啊 结果隔一年就被车子撞死了 留下了三个孩子 31岁就死了 那也是一样 这个世俗人本来就很迷信的 很迷信的 那么前几天 前几天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他妈妈 他的儿子是研究所 那被车子撞死了 也是冯甲大学毕业 那是冯甲大学什么系的硕士 他被车子撞死 那军人现役金人被车子撞死 那车子逃走了 逃走了以后 找不到 结果他的伤心啊 就拿了这个八字啊 给这个命相学的人看 这命相学的人看 没有一个命相学 这个会死的 命相学跟他儿子算是 这儿子怎么样怎么样 读书什么怎么样 可是他妈妈 一直讲命相学 一直讲他妈妈 一直哭啊 为什么 已经死了嘛 已经死了嘛 我没有一个命相学说 他这三十岁会死 这个当兵的时候会死的 对不对 算命也不准啊 算起来是 没有一个命相学说 他会死的 可是已经是 是已经死了 因为我们已经 请法官跟他回向 一个冯甲大学 已经回向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哎呀不是说 你命不该死的 就不会死的 出去走路马路 还是注意啦 也不是说 哎 我不会死的 走马路就眼睛闭一个眼睛起来 那不是这样子的 命有命 但是也不是全然是百分之一百的这样子的 还是要看个人的啦 对不对啊 那我去算命说 我活到七十二啦 我去算命啦 以前啦 那如果我从现在 我好好的继续放生 这个 好好的度众生 好好的吃药 好好的照顾身体 每天 我抹 这不可能活七十二岁嘛 这impossible嘛 这一定超过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 这讲是这样讲啦 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呢 也很难 但是有时候命相也会很准啊 有时候也拿捏不准啊 保留 随 看